今天给大家带来电影是破坏之王 还有些讨厌 黑熊让阿丽轻叹一下 阿丽拒绝了 说亲任何人都不会亲黑熊 正在此时阿盈出现了 阿丽抱着了阿盈深情疑问 并问阿盈要不要去看张学友的演唱会 出门之后阿丽向阿盈解释 刚刚只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阿盈只好露出了一点尴尬的笑容 随后问了阿丽一句 你要不要一起去看张学友的演唱会 阿盈得知阿丽很想去看张学友的演唱会 却买不到票 所以阿盈牺牲了自己一个月唯一的假期 通宵来排队买票 可是善良的阿盈 遇到了一个可怜的婆婆 她把买票的机会让给了婆婆 没想到婆婆竟然是一个黄牛 她买光了所有的票 并把票交给了自己的孙子 让自己的孙子卖票 阿盈也是倒霉 刚把钱交给婆婆的孙子 票还没到手 婆婆的孙子就被警察抓走了 买票的人群早已散尽 阿盈失魂落魄的坐在售票窗口前的台阶上 她伤心的不是自己通宵排队的辛苦 而是自己无法找到合适的理由 约阿丽了 阿盈很绝望 没想到第二天 阿丽的朋友传了喜讯 阿丽同意去看演唱会了 阿盈开心的几乎快要飞起来 她只能用行为来表达内心的喜悦 阿盈穿着仪表堂堂来约会 看阿丽在马路对面 阿盈直接翻过栏杆 没想到竟抓到一手米田供 阿丽要跟阿盈握手言谢 阿盈没有办法 只好脱下鞋 用脚跟阿丽握手 没想到此时黑熊突然出现 挑衅阿盈 并拿阿盈的手来打自己的脸 弄了一连米田供 黑熊生气的给了阿盈一拳 阿盈及时躲开了 却打中了身后的阿丽 阿丽被打晕了 当晚阿盈感到很愧疚 夜里爬路灯来看阿丽 并表达了自己的歉意 阿丽说自己不喜欢懦弱的人 这几乎击溃了阿盈脆弱的内心 击溃了一个懦夫的灵魂底线 为了证明自己 阿盈跑去找黑熊 让他给阿丽道歉 没想到又被黑熊狠狠的羞辱一顿 阿盈决定教阿盈一个默许有的绝招 然后以阿盈天资不行的借口 把阿盈赶走 这个绝招就是无敌风火轮 无敌风火轮的原理是抱住敌人 将自己躲在敌人身体里 然后从高处滚下来 伤害敌人的同时还能保全自己 没想到阿盈没学会 鬼王达却不小心滚了下来 阿里下课时遇到了主将黑熊 黑熊表白不成 决定抢上 此时我们的阿盈 带着加菲猫头套挺身而出 阿盈给黑熊打了起来 不过阿盈完全不是黑熊的对手 他一次次被黑熊打倒 又一次次站起来 这种勇敢和坚韧 在阿盈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最后阿盈寄出了 传说中的无敌风火轮 打败了黑熊 事实难料 阿盈因为戴着头套 被警察以行为步检抓走 在阿盈被抓的这段时间 蒙面加菲猫 救他笑话阿盈的事情 扛遍了全校 所有人都戴上了加菲猫的套 去装作英雄救美的英雄 阿盈被追着走投无路 去遇到了套着头套的阿盈 这下阿盈再也不相信 阿盈是救人的英雄了 那些假扮英雄的人 也遭到了该有的报应 这时候阿盈终于找到了 救他的那个人 那就是他的老同学 断屎刘大师兄 阿盈对于这个 貌名底线的人充满了憎恨 他决定带着鬼王达 去给大师兄下战书 却看到大师兄一个人 单挑了精英中心的四大主将 还听到了可能是 这辈子最嚣张的一句话 我不是针对谁 在座的诸位都是垃圾 阿盈看到这一幕后 赶紧跑去拿走挑战书 却没想到精英中心的老板 狠狠地羞辱了鬼王达一顿 鬼王达决定让阿盈 跟大师兄打一场比赛 来给中国股权法扬名 欢乐今晚本是一个 收视率极低的电视节目 他们决定利用这次比赛 来提高收视率 阿盈和大师兄也在此时 签下了生死账 在看到阿里跟大师兄 甜蜜的样子之后 阿盈被气得气壳出血 尴尬了一场 在比赛前的一个月里 阿盈整日完了 不是在与美女戏水 就是在K哥 大师兄实在摸笔清楚 这是什么套路 再加上记者的采访 焦虑得着实厉害 比赛前的几分钟 阿里乘坐的电梯正好坏了 赶不上今天的比赛 在比赛之前有一个拍照时间 阿盈凭借丰富的拍照姿势 赢掉了最该死掉的形象 对大打加重了大师兄的焦虑情绪 比赛正是开始了 第一回合 大师兄准备一拳将阿盈打倒 没想到阿盈一转身 大师兄却不敢贸然前进了 因为这些天阿盈的行为极为诡异 背对着自己一定有阴谋 就这样 阿盈一声声的撑下了第一回合 第二回合 大师兄明白 阿盈刚刚的举动只是为了拖延时间 刚准备动手 阿盈一个眼神 让他发现了台下的鬼王达一纸 准备暗算他 大师兄不敢心急妄动了 正在大师兄刚查暗期时 阿盈正极偷袭 就这样场面维持了几分钟 大师兄实在忍不住了 一脚踢过去 就在这时候 广告时间到了 广告时间刚一结束 第二回合的钟就被敲响了 第三回合 大师兄终于和阿盈开打了 不过无论大师兄使用什么招 都会被阿盈死死锁住 大师兄把阿盈摔在地上 摔在栏杆上 阿盈就是不松手 终于撑过了三个回合 没有任何人能想到 阿盈在大师兄的进攻下 居然能活下来 他们很生气 因为他们压的都是大师兄 杀死阿盈获胜 大师兄却没有做到 他们愤怒的朝大师兄扔着碎纸 阿盈这时候 终于从电梯里看了出来 看到了活着的阿盈 他终于明白 自己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个男人 大师兄看到这一幕很生气 一脚气飞了阿盈 此举简直是在场诸位武林高手威武 严重地破坏了比赛规矩 于是大师兄 一个人直接单挑了在场的所有人 就这样 大师兄依旧处于上风 阿盈决定再利用一次无敌风火轮 他直接锁住了大师兄 滚进心育轮 心育轮启动了 越转越快 越转越快 转速过高的心育轮 终于承受不了 散了架 阿盈跟大师兄调了出来 大师兄刚准备抓住阿盈出拳 但是由于受伤过重 倒下了 阿盈赢了 这是一部屌丝的奋斗史 这是一段小人物的新鲜历程 这是一曲出卖理想主义色彩的青春练歌 以爱之名 微微的小人物最终战胜了高富帅 是传奇 更是传说 然而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不得不承认 破坏之网中发生的爱情故事 早已绝迹 好了 本期的电影就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的同学 记得关注我们